在科幻电影里,人型机器人一直是梦幻般的存在,被视为人类对科技追求的终极梦想。 而现在,这场梦幻般的追求正在成为现实。 中国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实现人型机器人量产,并在五年内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最近,工信部印发了人型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初步建立人型机器人创新体系, 取得大脑、小脑、肢体等关键技术突破,确保和新部组件安全有效供给。 实现批量生产,到2027年,中国将显著提高人型机器人技术创新能力, 形成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综合实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人型机器人通常是指拥有与人类相似的身体结构和运动方式的智能机器人, 需要具备出色的运动控制和感知计算能力。 以适应多种应用场景,具有广泛的通用性和应用价值。 据高盛预测,到2035年,人型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540亿美元。 自2022年,特斯拉正式推出人型机器人Optimacy来, 人型机器人迅速成为了热门赛道,吸引了国内外科技公司的广泛关注。 特斯拉、波士顿动力、Agility、EX、Aptronic和Fedier等公司相继发布了最新的人型机器人产品, 并展示了超强的技能。 比如,波士顿动力的Atlas不仅能够跑酷、翻更头, 现在还能举起搬运和投掷比以往更大、更重的物体, 并与工人协同工作。 而特斯拉Optimacy则能够仅依靠视觉, 就能对物体进行分类,还能完成瑜伽动作。 另外,Agility宣布建造世界上第一个人型机器人工厂, 开始量产DJet人型机器人。 近年,人型机器人之所以变得更加火热, 主要是受人工智能技术的显度增强。 有专家认为,声称是人工智能与人型机器人的融合, 将开启巨身智能时代。 拥有巨身智能的机器人将是人工智能的终极形态。 在国际人型机器人迅猛发展的同时, 中国的人型机器人也呈现百花齐放之势。 小米、UB选、志源机器人、达踏、福利业智能、 语术科技、小鹏汽车等十多家公司和科研团队 都相继发布了自己的人型机器人。 今年可谓是中国人型机器人大放异彩的一年, 在刚刚过去的2023世界机器人大会上, 就有十多款不同的人型机器人亮相, 有些更是首次发布。 首先,我们看看UB选的人型机器人。 在大会上,Walker X和熊猫机器人悠悠再次亮相, 并展示了他们最新的技能。 除了基本的握手、自拍和笔心等动作, 还展示了其平衡车、开冰箱拿水的技能。 Walker X是一款大型仿生人型机器人, 拥有41个高性能关节,内置多个技术模块, 能够识别分件物品,操控家电开关, 甚至还能帮你按摩、端茶倒水等。 通过多模态交互系统, 结合视觉、语音、3D深度和压力等传感器数据, UB选的人型机器人在实际应用场景中, 展现了出色的自主决策能力。 在智慧工厂中,Walker X已成功应用于SPS智能分解和老化测试, 并与AGV协同工作,以提高生产效率。 接下来是宇树科技,作为国内的顶尖机器人公司, 宇树科技以其领先的四族机器人技术在全球受到广泛关注。 在本次大会上,宇树科技展示了首款通用人型机器人HE, HE采用轻量化材料,身高1.8米,重量仅47公斤, 全身拥有19个自由度。 它配备了3D激光雷达和360度全景深度感知相机, 可以实现自主避障和定位导航功能。 宇树科技表示,HE是国内第一款能够跑动的全尺寸通用人型机器人, 拥有稳定的步态和高度灵活的动作能力, 能够在复杂地形和环境中自主行走和奔跑。 也是全球同类规格中功率性能最高的机器人。 HE搭载了宇树内部开发的M107关节电机, 最大扭矩可达360牛米,具有出色的动力性能。 小米的人型机器人Cyber One也在2023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亮相。 它的身高177厘米,体重52公斤,有着强健的四肢, 可以说是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全尺寸仿生人型机器人。 Cyber One的外观设计精美,仿真程度高, 它的头部前面有一个面罩,外层是半透明材质, 内层则是OLED和柔光特效。 再加上2D弯曲贴合显示模组, 可以实时表达机器人的情绪。 据说,Cyber One能感知45种人类的情绪, 某种程度上具备一定的共情能力。 Cyber One以人工智能为内核, 搭载了小米自研的Me,Sense深度视觉模组, 具备三维空间感知, 人物身份识别,手势识别和表情识别等功能。 达达机器人在大会上展示了多款机器人, 其中包括能够接待讲解群舞演艺牵手观音的人型机器人Cloud, Ginger,以及他们最新的人型双族机器人XR4, 又称七仙女。 XR4身高168厘米,体重65公斤, 采用轻质高强度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拥有60多个智能柔性关节。 XR4支持实时接入达探云端大脑, 通过多模态大模型Robot GPT赋能, 具备多模态融合感知、认知、决策和行为生成能力。 基于数字孪生的深度强化学习, 完成自主智能训练, 可实现平衡战力、灵巧双臂和双手操作。 未来,XR4计划在2024年发布, 2025年实现量产, 为人类提供智能化服务, 成为实现机器保姆的梦想。 福利叶智能在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发布了通用人形机器人GRE。 这款机器人使用了他们自主研发的FSA高性能一体化执行器, 拥有强大而灵活的运动性能。 它身高1.65米, 体重55公斤, 拥有40个自由度, 峰值扭矩可达300牛米, 步行速度达到5公里每小时, 负重50公斤。 GRE已经具备了商业化落地的能力, 结合认知智能, 它可以与人协同完成各种工作, 可适用于工业、康复、居家、科研等多个应用场景。 ExtraBot自主研发的仿生人形机器人李白和杜甫, 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引起了极大关注。 这些机器人的外表十分逼真, 还采用了多关节运动技术, 能够做出眨眼、 皱眉等丰富的表情, 以及挥手、 转头等动作。 借助GPT大模型, 李白机器人可以手持酒杯, 吟诵长恨歌, 而杜甫机器人则能复案书写, 与李白进行互动。 这些机器人的内部结构精巧, 通过硅胶制造而成, 除了能够进行解说接待工作, 还可以应用于教育和文化等领域。 追密科技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最新的人形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身高178厘米, 体重56公斤, 全身共44个自由度, 单腿就有6个自由度, 能完成单腿站立。 它还配备了深度相机和AI大型语言模型, 可以轻松地进行高质量的对话沟通, 并在现场展示了制作咖啡的能力, 还能为咖啡拉花。 浙江大学也展示了最新的人形机器人悟空, 它的最快运动速度超过6公里每小时, 能跳0.5米高, 还能跳跃0.25米高的台阶, 并稳定落地。 悟空可适应室外露面、草地、泥地、 楼梯等多种地形。 即使在未知扰动的情况下, 它也能快速恢复平衡并保持稳定行走。 另外, 星动纪元带来了双足人形机器人小星。 据了解, 小星使用了自研高扭矩密度模块化关节 和一体化结构设计, 借助高强度合金碳纤维等先进材料, 既保留美观外形, 又提高了结构的强度和稳定性。 除此以外, 还有一些其他人形机器人参展, 包括维景智能的人形机器人小微、 帕西尼感知科技的人形机器人Tora, 深圳市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的画像机器人, 北京理工大学、 华卉智能的人形机器人, 上海理工大学和中电科联合研发的 人形机器人小辈等等, 总共至少有10多款人形机器人亮相。 还有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带来了CASA PAND系列灵巧手, 以及类人灵巧操作机器人, 该产品可以模拟人手90%以上的功能。 然而, 这还不是全部, 还有一些未参展的人形机器人, 同样值得关注。 差不多与展会同一时间, 天才少年指挥军的志愿机器人, 在线上发布了首款人形机器人远证A1。 这款机器人具备完整的人类造型, 它的身高175厘米, 体重55公斤, 最高速度可达7公里每小时, 全身拥有49个自由度, 整机承重80公斤, 单臂最大负载5公斤。 手部有12个主动自由度和5个被动自由度, 还配备了基于视觉的指尖传感器。 关节电机的峰值扭矩可达350牛米, 并采用了液冷散热结构。 其腿部设计采用反屈膝设计, 据说更适合在工作中的运用。 计划在明年快速商业化, 首先应用于工业制造领域, 随后逐步推向家庭, 协助工人、科研人员和家庭成员完成各种任务, 并将远征A1的成本控制在20万元以内。 还有最近发布的两款人形机器人, 同样值得关注。 今年10月24日, 科大迅飞和小鹏汽车也分别推出了自驾的人形机器人。 在今年的1024小鹏汽车科技日上, 小鹏正式推出了首款自研的人形双足机器人PX-5。 它的目前身高为1.5米, 外观银白色, 与阿童木的形象有些相似。 这款机器人具有较强抗冲击能力, 即使被踢一脚也能保持稳定, 走在碎石或草坪上, 也能保持身形不乱。 PX-5采用小鹏自研的高性能关节单元, 搭载钢柔混合驱动方案, 直立行走是一大亮点, 使其更接近人类行走姿态。 在实验室测试中, PX-5成功穿越复杂地面, 同时保持了高稳定性和灵活性。 另外, 小鹏还为这款机器人研发了类人的灵巧手和超轻量级仿人机械臂。 其中灵巧手具有11个自由度, 可以拿起1公斤的物体, 而机械臂拥有7个自由度, 最大负载可达3公斤。 具备高度灵活性, 在灵巧手和机械臂的合力下, 能够完成更多高要求的任务。 与此同时, 科大训飞也在他们的1024开发者结上, 发布了一款人形机器人。 这款机器人, 基于科大训飞的视觉、 语言、动作多模态巨身智能大模型, 在复杂任务拆解、 开放场景物体寻找、 强化学习泛化抓取、 仿人行走能力, 以及运动能耗降低等方面, 都取得了显著提升。 根据训飞超脑2030计划, 目的是要让机器人具备理解知识, 善于学习和进化的能力, 最终让机器人走进每一个家庭。 这些机器人的亮相, 不仅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 的研发和应用成果, 也为未来的创新发展目标奠定了基础。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崛起, 为人形机器人注入了新的活力。 AI技术与人形机器人的融合, 被认为是未来发展的关键。 现在,人工智能的表现, 有时甚至要超越人类, 有了类似人类的大脑, 就需要同样具备人一样的身体。 而人形机器人, 成为了实现这一愿景的最佳载体。 AI技术的赋能, 使人形机器人不再是简单的大玩具。 他们能够通过自主学习掌握各种技能, 以更自然、更智能的方式, 与周围环境互动, 完成各种任务。 真正演变为拥有巨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 这种拥有巨身智能的机器人, 将在未来各行业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和新的可能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